请看例题6 也是利用三角形的全整性质证明 那这里有关于正方形 或者是说有些题目是正三角形 也是同样的意思 他说四边形ABCD跟四边形CEFG都是正方形 ABCD这是一个正方形 比较大的这个是正方形 比较小的这个也是正方形 好咯 题目如果给你正方形 是告诉你什么呢 如果题目给我们正方形的话 我们就知道他的四边就会是相等 四个边相等 那他四个角呢 四个角都是90度 好再来如果同样道理 题目如果给你正三角形呢 代表三个边统统都相等 而且三个角呢也相等 他们是几度呢 正三角形每一个角就是60度 所以题目到底给你什么呢 他给你呢这个大的ABCD是一个正方形 那还给你一个这个CEFG 它是一个小的正方形 那现在要证明什么呢 现在要证明红色的这一段 BE跟蓝色的这个DG 这两段会相等 好咯 这两段要相等的话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三角形全等 而且呢这两个打问号的这两段 必须要在不同的三角形里面 你而且呢你必须要知道说 他既然给你正方形 所以呢这个每一个三角形 必须要有一个是大正方形的边长 这样的话你才有办法用得到正方形的边长相等 那另外一个边长必须是小正方形的一个边 这样的话他给你正方形 你才比较能够做得出来 所以这时候呢 有些同学就很清楚 他就很聪明 他说呢老师我知道 我们是不是就挑这两个三角形 三角形BCE 这个三角形 为什么这样挑 因为这三个边一个是有问号 一个是大正方形的一个边 另外一个是小正方形的一个边 还有另外一个三角形是什么呢 他就挑三角形CDG 这个三角形 这三角形呢也是一样 一个边是大正方形的边 一个边是小正方形的边 他就会相等吧 那还有一个是打问号的 打问号就是你要证明的 好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打问号的这两段 自然而然就会相等 那这个这两个三角形呢 稍微有点重叠 所以我们想办法先把它拆开 会比较好认 好我们把这两个三角形呢 稍微把它拆开 那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首先呢请看一下 这个线段BC 跟这个线段DC 这两段呢是大正方形的一个边 所以他们会相等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线段CE 跟线段CG 这两个呢是小正方形的一个边 所以他们会相等 诶还少一个条件 还少一个条件 请你不要忘记了 这个脚BCE 这里呢是正方形的一个脚 90度 另外一个脚DCG 这个也是小正方形的一个脚 也是90度 好咯 这两个三角形 两个边跟一个夹角相等 所以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 什么全等性值呢 我们可以这样看 边相等就写S 脚相等写一个A 所以呢两边配一个夹角 它叫做SAS全等性值 好咯 那我们开始写 全等有固定的格式 这个格式呢 就是在什么三角形 跟什么三角形里面 因为1 2 3 所以会全等 给它一个全等性值 最后就可以得到我们求证的结果 BE等于DG 那我们来写一下 有这个刚刚的分析 接下来要写就很简单哦 在三角形BCE 左边这个三角形 跟三角形CDG 这两个三角形里面 因为第一个BC等于CD 为什么BC等于CD呢 因为它是正方形的一个边 正方形ABCD 那再来第二个呢 这个CE等于CG CE等于CG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另外一个正方形 CEFG 那再配上一个什么呢 角BCE 等于角DCG 等于90度 因为两个都是正方形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三角形BCE 会跟谁全等呢 会跟三角形DCG 会全等 那是什么全等性值 这叫SAS 全等了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 题目要我们证明的 BE就等于DG 好 打问号这两段 就会相等 这个题目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题目如果给你正方形 你要知道四个边相等 四个角是90度 如果给你正三角形 三个边相等 三个角通通都是60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